韩国政府决定从本月31日起将新冠传染病级别 由二级下调至四级与流感同属一级 由此今后将不再进行新增确诊病例数据统计 不过为保护高风险群体 在医院及医疗机构等处仍需佩戴口罩 2020年1月新冠疫情传入国内后被列为一级传染病 去年4月被下调至与结核、麻疹等相同的二级传染病 本月31日起则调整为与流感、手足口病等相同的四级传染病 传染病根据危害程度和隔离期限分为一级至四级 其中四级最低 政府表示新冠疫情致死率下滑 危害程度大幅减轻 鉴于近期扩散势头已趋于放缓 因此做出了上述决定 疾病管理厅长池荣梅表示 将新冠传染病级别从二级下调至四级 并由一般医疗机构负责管理 新冠传染病级别下调至四级后 门诊检查和住院费需自付 对中等收入100%以下的家庭和从业人数不到30人的企业 所提供的生活支援费和带薪休假也将被取消 不过防疫部门决定暂时保留对60岁及以上高风险群体 提供的部分快速抗原检查费 防疫部门介绍说 对高危人群和易感设施等进行免费PCR检测的筛查诊所 依然运营并提供治疗剂和预防接种费用的支援 医院及医疗机构等佩戴口罩的义务仍照旧